烟蛋锅这样做出来的玉米发糕 比面包还好吃 南辣克的玉米面 用200毫升的开水烫一下 这样的口感更细腻 用手势一下不烫熟了 在里面打个两个鸡蛋 放入4克的酵母 喜欢吃甜的也可以放一些糖 这酵母鸡蛋融合 放入200克的面粉 100毫升的温水 调成这样稍微粘稠点的面糊 盖盖请挖至两倍大 饧完好的面糊 放入准备好的红脑碎葡萄干 搅拌盘压器 让锅里刷一层油 可以让做好的发糕更容易脱毛 然后面糊倒进电热锅 用产品整理抹平 面糊的表面撒上白芝麻葡萄干 点缀一下 二次饧完20分钟后 放入电热锅 按烘焙键 时间到了 玉米发糕做好了 表面蓬中渲软 底部净黄 做玉米发糕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调面糊 面糊不能调太细 太细了做出来的发糕中间会发黏 但不过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玉米发糕 浓中渲软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